我按着没有停啊 看车子往前走 它侦测我到前面它是会停止的 Start Auto Parking 我放掉 Brake 它就会自己走 我完全不需要去理 Brake 啊 理油门啊 理单位啊 还是理 Steering 它自己就可以 Park 好了 其实呢 我个人对于中国的汽车品牌是没有任何意见的 只是我并不喜欢他们的新势力 因为对我来讲 新势力啊 每次就是把一堆配备啊 一堆零件拼起来 他们就告诉你它是造车的 而且很多新势力他们造的车是没有灵魂的 所以导致我不是很喜欢他们的这个作风啦 然后呢 一直到之前呢 我听到这个Bermas Auto呢 要在马来西亚接手这个小鹏的应允权的时候 其实我也是不明白 为什么Bermas要做小鹏 一直到最近呢 他们打电话叫我去拿这辆车出来试驾 我试了之后呢 我明白了为什么 因为我可以很直接的跟你讲 小鹏的这个整体呢 不管是操控动力配备 部分啊 它基本上应该都是新势力做得最好的那一个 你不信的话 影片看下去你就知道了 然后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就记得请大家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在今年四五月的时候 其实我就有拍过一期小鹏 G6的这个影片啊 可是那个时候 其实我自己不是很喜欢它的外观设计啦 因为那辆车是橙色 然后之前我们在我们的这个Facebook放的video其实拍的好像也是橙色没有记错的话 所以那个颜色是让我没有太喜欢 可是这一次他们给我这个银灰色的感觉哦 就让这个车改变了不少啦 所以车的配色很重要 可能橙色是比较适合年轻人 但是给我的话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银色 很亮 而且最主要的是 它卖肮脏 然后其实呢 官方有表示这个小鹏 G6呢 它是一辆C segment或者是D segment的SUV啦 可是对我来讲哦 我觉得它的定位跟这个Mazda的CS30很像 其实你看它这辆车 看起来感觉很高 其实 它是低的 你看我站在它旁边 我的身高是180mm了 我站在它旁边 其实这辆车真的是矮很多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哦 这辆车的离地高度只有160mm 如果一般上SUV呢 它们可能是180mm 190mm 我自己的HRV都190mm了 可是这辆车 它跟你讲它是SUV 可是离地高度只有160mm 你讲有没有好处 好处当然是有的 就是它的这个操控表现 真的很好开 这个等一下会跟大家讲到 然后缺点的部分就是160mm 可能它的通过性不像其他的SUV那么好 所以自己大家要拿捏一下啦 小鹏 G6的这个整个车尾是一个很圆润的设计 我自己个人不是很喜欢这样子的设计风格啦 可是这样子的设计风格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打开它的微箱你就会看到啦 它跟一些什么Coupé SUV车型相比起来啦 它的微箱空间是大很多的 你看这辆车基本上塞满我们的equipment了 没有问题轻轻松松 开口的这个高度不算太高很低 你要搬东西是OK的 所以这一个就是它比较人性化的地方啦 这一点是让我比较surprise的 因为我印象中啊 那种中国的新势力品牌啊 它们只是为了美 然后它们不会去考虑到太多使用的东西 可是这个小鹏 G6 这一点是我觉得还蛮脏的 当然它也是有这个啦 就是这个隐私遮断啦 所以就是你不想给人家看到你后面发某东西 拉出来 就可以了 打开它前面这个盖 其实它这里是没有引擎的啦 它也没有电机 它是一个real wheel drive的电机 然后这边基本上就给你雇这种鱼刷水啊 还有其他的东西啊 就是一些日常的保养啦 那么这辆车单电机 不要小看它是入门版 它的最大满力表现也有256hp 然后还有这个440Nm的扭力 0-100加速6.6秒 急速200 我是比较少看到电动车的急速可以需要200啦 但是一般上你也不会飞那么快 那么基本上呢 它最好的这个速度区域呢 我自己是试驾我觉得是110-120左右 当然你要去lamp它的话 它是可以快的 毕竟0-100加速它是6.6秒而已啦 那么这辆车的动态表现呢 是让我很surprise的地方 我自己觉得哦 它很像Lexus 这个同样在试驾的环节的时候我会讲到啦 内装质感部分我就不多讲了啦 卖到15 6 7万的中国车 内装质感不好才是一个新闻 它的这个内装质感呢 在从价位的车款里面呢 没有第一都是前三 那么我主要讲的就是一些所谓的科技感的配备 然后我觉得不错的地方 首先很好玩的就是它这个360的镜头 它这个360的镜头成像很清晰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这个出屏主机呢 是这一个采用8155处理器的这个主机啦 也就是讲它会很流畅 你看它基本上我这样的滑来滑去 拉来拉去 它没有什么卡顿了 然后它的整个反应速度是快的 当然啦 它也是支援这个无线的Android Auto跟Apple CarPlay啦 就是 你不喜欢用它里面的Map 你就可以去连接你的手机去用它的Map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这个出屏主机很多的功能 你都要通过它来进行一个调整 就例如讲 今天我要调side mirror 我要通过这个出屏主机 然后我要调风量的话 也要通过这个出屏主机 不过 我平常都是在吐槽 就讲这种出屏主机啊 要调冷气风量很麻烦 对不对 可是这一次这个小鹏 G6 跟一些其他的中国电动车啦 他们有一个Solution 解决掉我的痛点 就是 左边的这个Button 是不是 你可以去Customize 你要它控制什么功能 就例如讲 现在我把它设成控制冷气的话 那么 我这样的滑的话 它就可以控制这个冷气的温度 然后左右的话就是控制冷气的风量 所以 因为有这个功能的加入 让我觉得这个出屏主机我没有那么讨厌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我最主要就是要控制这个冷气 每一次我开车我看不下去的话 我还要去按这个CarPlay 关掉CarPlay 然后才去调这个冷气的话 我觉得很烦 但是它今天可以让我把这个控制面板放在这边的话 完全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这一点我还要给好评 这个是一个不错的Solution 然后这辆车还有几个很特色的功能 就是它的这个Remove Control 功能 跟这个无人Auto Parking 功能 OK 现在我就为大家演示一下啦 要介绍的第一个特色功能就是给你可以遥控这辆车向前走跟向后走 如果讲你竟然去到Shopping Mall 你好不容易找到一个Parking 像这样子的 它是靠旁边的 你Park进去之后 你的车门很难开 然后左边也放上一辆大车 你那边的车也很难开 那么怎么办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遥控功能了啦 我觉得这个遥控功能是不错一下的 首先就是人下车了之后 你只要打开这个手机应用程序之后 你就可以控制这个车子往后退了 这样子就没有问题哦 而且你不需要担心的是哦 这个车子有障碍或者遇到人它会不会停 其实是会停的 我再示范一下 我按着没有停啊 看车子往前走 它侦测我到前面它是会停止的 它会告诉你前面有人要小心 所以这个功能在狭小的Parking里面是真的很好用的 那么这个功能呢对于一些不是这样擅长Parking的朋友 其实是一个很好用的功能 也就是你可以遥控这样子去Parking 尤其是这个小鹏G6它的车身码算搭 所以 Parking不是那么容易 那么首先你就是选好你的Parking位置之后 通过手机应用程序你按住Parking 那么车子就会自己Parking了 来来来 重点是啊 这一个AutoParking 它这个线Park到是超级直的 不用担心它会撞旁边或者撞左边 这个我也是要给赞 你用这个Remove Parking 其实是蛮好用一下的 但是可能就是有一点慢 而且你在外面你这样的Control的话 人家看着你你可能会排斜 那也不好意思啦 不过不用紧 这辆车你坐在车里面它也是有AutoParking的 一样你打Reverse Gear 你就可以去选择你要Park在哪一个位置 Dudu讲今天我要Park这个位置 OK 我选择了之后 Start AutoParking 我放掉Brake 它就会自己走了 我完全不需要去理Brake啊 理油门啊 理档位啊 还是理Staring 它自己就可以Park好了 一样也是Park到美美 当然对于马来西亚的这个华人小费者来讲 这个手机应用程序有一个优点就是 它是支援中文的 当然你要英文也是可以啦 这样子它其实就比一些App 例如讲这个Proton的那个Proton Link啊 等等更friendly啦 就是如果你真的是看不懂这一个英文的话 还有中文可以给你看 那么我讲完那些科技感啊 还有它的一些特色功能之外啊 实用性的部分我还是要讲的 这个小鹏G6呢它的轴距达到了2890mm 超级大 前面已经是我的标准桌子了 然后你看这个Homeman的空间表现 是不是大到很夸张 这个前面的这个脚步空间我不用去算了啦 超级大啦 然后 Surprisingly 它的这个椅垫的支撑也OK 而且皮革很软 这个发泡面也很软 然后这个椅背的角度也够好 然后头部的空间 虽然讲它以外面有一点点像是 Coupe SUV的设计风格啦 可是 头部的空间是很大 你看超过一个拳头 然后 比较可惜的是它上面有这个全景天窗啊 然后这个全景天窗 是会弄到车子有一点点热啦 不过 空间的部分啊 它是没有办法去挑剔的 那么这个后座座椅呢 你觉得这样子还不够舒服 没有关系 它的这个 角度还可以再调整点 所以真的可以坐到后面睡觉 长途的话真的是很舒服 不过长途的话 我会个人会建议你直接去Long Range啦 因为Long Range的WLTP 续航大概是570km左右 这个是430km 对于一般的daily use来讲问题不大 长途的话你可能就要先 pre-blend好你的这个哪里充电啊 等等等等的细节啦 还有一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哦 这个小鹏 G6 它的四个门都是 配备了这种电子门把啦 当然你可能会讲如果今天的电子门把 坏掉的话或者是车祸的时候车辆断电炉是不是就开不到门了 其实不是 因为它每一个门都还是配备了这个实体门把 前面两个呢它有一个门把是放置在这个置物格里面的 一拉就开 然后在后座的话呢它则是隐藏式的 来这边大家看得到吗 这边是隐藏式的 你只需要打开这个盖子 里面有个绳子一拉 门就开了 那么呢这个小鹏 G6 呢还有一个我个人很喜欢的功能啊 就是因为我时常在开车然后有人会打电话给我 如果是平常我开其他车子的话 我用这个免提讲话我要讲很大声而且有时候会听不清楚 因为这个喇叭在这边 麦克风在这边所以讲话人家也听不清楚人家讲话你也听不清楚 然后这个小鹏 G6 呢如果在打电话的时候呢 它这边会有喇叭跟麦克风来收音 所以讲话可以听到很清晰 OK来我的Videographer 打电话给我一下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功能 OK你可以讲话 然后我讲话你听到清楚吗 是不是这个功能其实对于时常在车上讲电话的人很有用的 但是建议各位啊开车的时候不要这样子讲电话 一定要用车子的免提 那么小鹏 G6 是不是一辆好车 是它是一辆好车 而且我觉得不要讲去跟中国的新势力对比啊 因为其实中国新势力我也开了很多胎 就算是去跟中国的传统势力品牌做对比呢 小鹏 G6 整体都不会差 那么我会给大家一个建议 如果要买中国的电动车要怎么去选 首先呢你要选择就是这个背景 够大的 它有很强的after sales 那个network support的 品牌才可以 就例如讲这个 三达比代理的 BYD啊 例如例如讲这个小鹏啊 这个小鹏是这个 Bermas Auto 代理啊 买过这个 Kia 或者是买过这个 Mazda 的朋友 应该都会相信这个 Mazda 的 after sales 的能力到那里啦 虽然讲小鹏目前在马来西亚还是一个冷门品牌 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否认的 可是这个品牌我看到是有希望的 因为首先 价钱可以 产品力不错 然后它的背后靠山是Bermas OK 我该一直有讲到这辆车跟其他的中国新势力 甚至传统品牌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整辆车的驾驭表现 大家可以看到这辆车每一个弯道是很灵活的 尤其在这种 Parking 这种 Parking 很狭小 你转弯的时候其实对这个车子的灵活性哦 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要求 可是你看现在 基本上我每一个转弯的动作都是行云流水 它很 Smooth 很灵活 这辆车呢 就当然这个表现我就觉得我可以给它高分了 这个真的是很多的这个新势力品牌 甚至是传统的这个中国品牌都做不到的 你讲一下有哪一辆车可以做这样灵活的表现 我相信真的是没有啦 这一点是真的让我很好评 OK 为什么刚才我要在这个 Parking 那边讲到灵活性这个东西咧 因为这种车其实大部分的消费者买哦 它的操控多好 它们都是要在市区驾驶居多 而这个小鹏 G6 它的这个走距呢 差不多接近2900mm 其实是很大了 你可以想象一下 做一个对比 它的这个走距 差不多跟 E-Class 一样 稍微小 E-Class 一点点而已 所以你就知道这辆车是很大量的车 如果它可以给你一个很灵活的动态表现的话 这样子你在市区驾驶的话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而这个小鹏 G6 确实有给到我这个点啊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它很好的地方 然后接下来就讲到它的这个硬件设计的部分 我有去做一些research啊 这辆车的前面的悬吊很好料 它给到Double Wishbone 一般上呢 前面的悬吊 车子都是给这个My Person 可是这一次给到Double Wishbone 就代表着 前面的这个操控表现跟悬吊的支撑性 会比起以往的车款更好 而这个只是硬件的部分 硬件给到你很好 可是如果它们的调教不好的话 其实也是没有用的 可是这一次surprisingly的就是 这个小鹏的 G6 它们调教也很到位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小鹏刚刚在开发它们的第一款车子的时候 它们有在一款日系车上面进行一点设计 和测试 就是在Lexus上面 而大家也知道啦 如果是老观众的话也会知道就是 我是一个Lexus 迷 然后我本身对于这个Lexus 的操控舒适度 评价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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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高 所以 我如果讲拿它来跟Lexus 比你就知道 我为什么会讲这辆车的操控啊 如果是跟新一代的Lexus NX 相比的话 我觉得这辆车的操控表现啦 有差不多接近Lexus NX 的 75% 到 80% 左右 所以 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喜欢这辆车吗 因为真的很好价 当然啦它除了这个操控表现很到位之外呢 它的这个悬吊也是舒适性的 当然因为它是EV 的关系 然后又配备了一个66kWh 的电池 所以很难免你会感觉到这辆车的车身是有一点重的 可是 不大会影响到它的操控表现 尤其在进弯的时候 车辆的这个body roll不会到太明显 悬吊支撑得到 然后重点是这个steering 很耿手 这个真的让我很喜欢开 那么这辆车除了悬吊之外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的这个动力的表现啦 它的动力表现其实我觉得也是勾用的 就是256hp 440Nm 基本上已经比很多2.0公尺的涡轮这样引擎更快了 而且重点是它还好是电动机有这个即时扭力 你看 我今天一出入口一踩深油门 它的车子就出去了 然后速度很快就上到120 所以超车的部分是没有问题的啦 然后加上这个很跟手的steering 这个车子我是真的很喜欢 那么整体而言 还有让我什么惊艳的地方吗 这个小鹏G6 还是有的 就是它的隔音表现 那么 这个玻璃的部分它用的是双层隔音玻璃 所以 风声一致的很好 然后加上它是电动车的关系 没有引擎的噪音 然后它的轮胎用的是 Michelin的Pilot Sport EV 抓地很好 隔音表现我觉得也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 你们现在就是听我在开车 大概是开110这样子的速度 然后去听它的轮胎滚动噪音 你们可以接受吗 那么这辆车呢 基本上它的package是很好的 然后重点是它的价位我觉得是 蛮可以接受的啦 我没有记住它的价位大概是在 165,000令吉左右这个入门的版本啦 它已经比Tesla的Model Y便宜很多 然后在配备上面不输 空间表现上面不输 动力的部分应该也不会输 它可以讲是一个很完美的Model Y平T 这个是我自己的感觉啦 那么如果是讲满分10分的话 这辆车的overall表现 包括它的配备 包括它的舒适性 包括它的坐姿 包括它的动力 包括它的操控表现 我会给8.5分 因为今天这个小鹏跟这个BYT一样 它们的背后靠山都是 马来西亚知名的这个Distributor 像是这个Sumdabi 还有Burn Mask 所以我给它 我对它 还是有那个心情在的 那么你对这个小鹏G6有什么看法呢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啦 好啦以上就是我这个试驾环节的内容啦 虽然讲Burn Mask可能有一些情况下 它们会比较保守一点 但是 保守就代表着是安全的 那么这个小鹏G6呢 会让我很surprise的点 就是在于 Burn Mask是真的有用心去做 如果你有去过这个 小鹏的show 嘛 他们在外面已经建好这种充电桩 等等等等 一切的facility是ready的了的 因此嘞 这辆车 我觉得未来客气啦 只是还是要给一点时间 那么今天你会问我会不会推荐买这辆车 相比起很多的中国品牌 那么这辆车我会真的建议你去试驾 因为开起来真的很好开 而且那些所谓的高科技功能 也不是花里胡哨 在某一些场景下 真的可以使用的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 它的背景是Burn Mask啦 这个是我要讲的 就跟SantaV一样 讲到Burn Mask 讲到SantaV 你应该就会比较有信心 Compare with 其他的中国品牌啦 OK 以上就是我这一期影片要分享的东西啦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小鹏G6不错的话 也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跟我们讨论啦 最重要是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那么我们就下一期的影片再见啦 拜拜